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樂的少年 這一集是噴槍基礎教學 很多時候當你在DIY或做家具 甚至是在做汽車烤漆 還是一些補色燒色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到噴槍 那噴槍的學問其實非常的深 所以我們要分很多集去講解噴槍 那基本上在這一集 我們就會簡單的教大家 如何認識噴槍 跟噴槍的基本原理到底是什麼 教完噴槍的基本構造之後 我們也會示範噴槍最重要的手勢 還有噴槍的時候 它必須要注意什麼樣的條件 還有要在什麼樣的環境下噴槍 才能夠噴出像汽車烤漆一樣的效果 那因為這個是噴槍的第一集 所以我們就從最普遍的重力式噴槍 來開始教大家 那首先講到重力式噴槍 所謂重力的意思 就是它的杯子是在上面的 它靠著地心引力的重力 然後讓漆流到噴槍裡面 那基本上呢 噴槍大部分就是這幾種 就是一般的 比如說S7、W7 或者是最經典的鹽田 就是61 就是它在1961年生產設計的 然後甚至這種是比較小型的 它雖然跟一般的槍 好像小了一個size 那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 就常有叫修補槍 那之後呢 如果你今天是在做一些小型模型 或者是在做一些公仔 甚至你是在做一些烤漆的彩繪的人 你就用到這種東西叫噴筆 那這個在早期可能美工科啊 還是在一些廣告設計的人都會使用到 那今天呢 它的原理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就從 構造開始講起吧 好 首先拿到噴槍呢 我們來跟大家講解一下噴槍的構造 在前面這個地方 它叫噴嘴 所以當你扣下板機的時候 這個裡面的點點就會不見 那接下來呢 它的下面這個地方 它叫做空氣接口 也就是接空壓機 Compressor 往上把空氣往上擠出去 所以當你一扣動板機的時候 它的噴嘴就會往內縮 然後呢 因為它是重力噴槍的關係 它的漆就會經過中間的調和 然後靠著空氣的推力 往上推 把漆給經過風帽 然後推出來 那這個東西叫做風帽 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它裡面呢 就是它的噴嘴構造 跟裡面有一些小洞洞 這些小洞洞呢 都是為了霧化漆面 所設計的 所以呢 當你今天如果你的風帽 它是用這個形狀的時候 你噴出來的漆的角度 就會是這個角度 那如果今天呢 你要把漆改成這個角度的話 你就要把你的風帽的角度 改成這個樣子 懂嗎 意思就是它是 跟它是產生一個十字的放射狀的 通常在一個噴槍你拿到的時候呢 它除了上面的這個風帽 調整它的方向性之外呢 你只要知道三個鈕就好了 首先第一個 是最下面的空氣氣管的鈕 這個鈕呢 當它轉緊的時候 你的空氣量就會越來越少 當你把它轉大的時候呢 你的空氣量就會出來更多 今天如果把它轉到最小的時候 大家仔細聽這聲音 就沒有 如果你把風槍的量開到最大 它起來的風 它就會最強 像這樣 第二個鈕 就是這個七亮的調整鈕 它調整的其實就是你扳機的深度 當我今天轉緊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我的扳機只有一點點 當我今天把它轉開的時候呢 你的扳機就會扣得比較深了 所以呢 代表什麼意思 當你在轉緊的時候 你的扳機它比較淺 裡面的針呢 它退縮的幅度就比較小 那意思就代表 它打開的距離比較短 那你的漆帶下來的時候 它跟槍的空氣 混合的比例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你的漆量 比較大的時候呢 你不只你的空氣量要調大 你的這個調整的鈕它也要調大 那你的漆量跟你的氣量 氣體的量 它能夠才能達到一個均勻的混合比例 這就是第二個鈕 把它開到非常的小 開一點點 這樣子 它噴出來的漆呢 像是這樣子 淡淡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做一些漸層 或者是你拿來做一些修補的時候可以使用 噴面漆的時候 我們把它開到很大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這樣 這樣 看到差異了嗎 所以當你開到最大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件事就是 你很容易會造成漆面的過量 而會滴出 像一個水滴一樣下來 第三個鈕呢 在鹽田的品牌上面 它是設計在這裡的 這個鈕呢 它能夠設計來幹嘛呢 好 我們現在把風暴轉來這個方向 它的漆就是這樣子噴的對吧 這樣子噴 所以當今天我把這個鈕轉小的時候 它的漆就是變成直線的 所以我們的第三顆鈕 調整的這個鈕 就在調整這個扇形的幅度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如果今天你要噴的面向 它是一個比較深的洞 那你就要把它調細一點 因為它的洞才可以往內鑽嘛 如果今天你是噴一個平坦的面 那你的漆就噴出去的時候 它就能夠比較散開一點 比較像扇形一樣 那你在左右在噴的時候呢 它的幅度面積也會比較大 所以當你一開始把它調到最小的時候 它噴出來它的形狀是像這樣子 它是比較細長的 也就是它比較像是槍管那樣直線 看起來像這樣 那如果把它調到大的時候呢 它噴起來的形狀像是扇形 像這樣 看得出來嗎 所以噴過去的時候 它就變成像這個樣子 好 就看得出來差異了 所以通常我們會抓在最細跟最粗之間的中間 這個時候你要考慮到 你要噴的是平面 還是噴的是一些小小角度的角度的裡面 噴在越小的角度的時候 你就會用比較細長 如果你噴成比較平面的東西 我們就會用比較扇形 所以我的習慣是把它先調到最底之後 往回推大概30%到40%的時間 它噴起來的形狀大概就像這樣 就這麼簡單 在這個遊戲杯呢 它的下面有一個鐵扣環 那這個扣環呢 它是幫助你能夠把它平整 放在桌面上的 因為有的時候你噴一噴 你會想要做別的事情 就往下放 它就會比較平整的放在桌面上 通常我們在噴漆的時候 你的漆杯跟你的槍 會呈現的是90度的位置 因為我們這樣在噴一個直線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要噴引擎蓋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裡面的漆量超過400cc 你可能這樣往下一噴 它就會全部把它倒在底蓋上面 所以在噴之前呢 我們會把漆杯 往後面調 保持在這個水平的位置 把中間這個活動扣緊 然後這樣子噴 它就不會倒出來了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噴仰角的時候 我們同時會把槍跟漆杯同時抓住 去調整它的位置 調整出來之後 讓你裡面的漆 跟水平面是保持平行的 那你這樣子噴 它就沒有問題了 就不會把漆倒染身上來 好 如果最後當你全部的漆都噴完了 但是還有剩下的漆在裡面 要怎麼辦呢 現在我們來開始教大家 關於清潔跟如何保養你的噴槍 將你沒有用完漆倒回去 倒回你的桶子 記得不要亂倒 也不要倒到河裡面 那個小魚小蝦會被毒死 好 首先第一步回收你的油漆 第二步 如果你今天是用香蕉水 稀釋呢 就用香蕉水 倒不進去 如果你今天也是噴水泥青 還是你噴各種奇怪的容器的漆 都可以的 反正總是會把它稀釋 來 像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買一個小硬機的刷子 就1 2分1硬機 小小的刷子在裡面刷 刷它 把你的裡面的杯子清乾淨了之後 把你的槍 給前面的這個桶頭拆下來 丟到裡面去 把它一起刷洗 因為你如果沒有把它洗乾淨的話 它會影響到你霧化 下一次噴其霧化的程度 好 把第一次洗的倒出來 好 倒去水 吸湿進去 好 把它洗一洗 左撮撮 又揉揉 好 重點來了 第二次清洗的時候 然後呢 把你剛剛的所有這些窗頭 全部都打開 開到最大 朝沒有人的地方噴過去 這個動作呢 是要清除裡面的槍管 讓裡面的原本濃度比較濃的氣 吸濕掉 接下來第三次清洗 第三次的清洗呢 你可以幫你去拿好事多的這種 或是一般不要你的衣服的破布 然後呢 沾了溶劑之後 把它稍微的做外觀的清洗清淨 用完了之後呢 把你的蓋子蓋起來 然後呢 重點來囉 壓住你的噴頭 開始吹氣 好 你會聽到裡面有個聲音 有沒有咕嚕咕嚕的聲音 這個動作它能夠幫助在清洗室你的衣服上 洗完之後倒出來 好 到第四次的清潔呢 你就不要加強一些這種小小細部啊 你沒有弄到的地方 用你的布 用一樣第三次清潔做一樣的動作 像薑紙 然後去擠壓你的空氣槍 記得要把你的蓋子蓋起來 這樣才不會噴到還噴到你的眼睛 眼睛 好 大家看一下 到第四次的時候呢 它裡面的水的顏色已經越來越稀了 就越來越薄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頭清拿出來 那通常我會另外再清洗一次這個 好 把它倒出來 把裡面殘餘的漆噴掉 好 我們來到第五次 第五次呢 一開始你把倒進去了之後呢 你可以先把槍管噴一次 因為它這裡面是乾淨的稀釋液 所以就把它往外噴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重複我們第三次跟第四次的動作 一樣 抵住它 把上面蓋起來 壓它 聽完這咕嚕咕嚕的聲音之後呢 打開來 再看一下裡面 有沒有 已經快要幾乎沒有顏料的顏色了 那你再重複通完第五次或第六次 就已經搞定了 這些稀釋的容器呢 然後沾上一些布啊 把一些重點的地方 你如果真的沒有清得很乾淨的地方 再用布給它好好擦拭一下 保持你的外觀 槍枝濃 都能夠 非常的乾淨漂亮 基本上我每個噴槍都用超過十年以上 清潔保養 非常重要 倒出來之後 剩下的餘料 噴掉 我個人通常會再做最後一次 就是第六次 然後你每次啊 你的香蕉水 或者是你的液體調泊劑啊 不管你製作用什麼東西 反正你的調泊劑 都只要倒一點點一點點就好了 你千萬不要一直倒很多 因為很浪費 香蕉水很貴 蔥香水也很貴 水也要真實 對 如果你是噴水泥氣的話 最後一次咧 我們就會噴掉 一樣清完槍頭之後 反覆做一次這個動作 蓋住 壓 好 你看到裡面已經完全乾淨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你最後這些很乾淨的啊 香蕉水啊 液體啊 直接用你的小箱口 做一次最後最後的清潔 待會你還要出去噴別的顏色 我個人的習慣 會保留一點香蕉水 或者是調泊劑在裡面 然後如果你今天已經沒有要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把剩下的香蕉水啊 剩下的調泊劑啊 把它噴完 然後把它倒乾淨 最後把它裝上 然後把它掉回去你的台上就可以了 最後跟大家慎重的講一件事 當你在清洗噴槍或噴氣的時候 請記得記得一定要配戴這種 有濾毒罐的面罩 這樣子才能夠保持你身體的健康 也才不會造成你呼吸道的受損 其實為了我們要一邊講解 跟一邊示範清洗的動作給大家看 所以其實在我們清潔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是用水 然後來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它基本上就不會有味道 而且其實我很怕死 所以我每次都會戴好 戴滿 戴上滿滿的防護面罩 再次呼籲大家 當你調剩下來的漆 你千萬不要亂倒 不要倒到水溝裡面 不要倒到河川裡面 也不要倒到你的洗手台裡面 人家都會污染環境 請記得把它交給回收業者 或者是假設假設你真的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把它倒回去原本你的油漆的桶子裡面 總之不要亂倒 然後不要喝掉 然後不要喝掉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噴槍基本介紹 那同樣的原理 雖然在不同型號的槍上面 他們的調整鈕雖然不一樣 但是它的原理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懂 怎麼樣操作它的原理的話 那不管你今天拿到什麼樣的槍 用什麼樣的氣息噴 那你都可以噴得非常好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超任少年的噴槍基本教學 如果你有什麼樣的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特別噴槍的技巧 也歡迎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 那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這一次超任正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